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心的网友发现了端倪 他们的一些细节暴露了方斌涵和男二陈思明的恋情 已经实现了双向奔赴 毕竟这是方程式CP粉希望看到的结局 算是喜大普奔了 本期让我们来聊一聊男三邓凯卫的情感走向 他跟女武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呢 邓凯卫和女二洪澄澄体面告别 邓凯卫最开始心动的女嘉宾是洪澄澄 而男一马子佳心仪的对象也是洪澄澄 两个人为了洪澄澄多次在厨房上演修罗场 幸好小屋的第一次约会时 洪澄澄甚至被迫选择了邓凯卫 两人相处得挺愉快 但是完全没有CP感 洪澄澄全程都在夸邓凯卫 给足了她的面子 却没有任何情感方面的表露 基本是出自于尊重的礼节 而且回到小屋后洪澄澄竟然因为胃疼哭了 但是哭泣的表情却是很委屈的样子 邓凯卫也终于明白了她的心思了 她哭的根本原因在于 马子佳和麦翠非常愉快地约会了 已经30岁的邓凯卫经历了太多世面 女孩子的这点心思她还是看得懂 所以后面就没有主动跟洪澄澄互动了 甚至在女舞罗岳佳到来后 邓凯卫明明心动了 但是短信环节还是发给了洪澄澄 原来是她要跟洪澄澄来一次体面的告别 然后再重新开始 不管怎样 洪澄澄都是她心目中的小美好 选择放下 有始有终 这种仪式感也为邓凯卫赢得了观众的好感 邓凯卫和女舞罗岳佳遗憾错过 罗岳佳中途入场最开心的男嘉宾有两位 一是邓凯卫 二是马子嘉 马子嘉看出了邓凯卫的眼睛 亮起了小星星 所以才会一把将直男陈思明 从罗岳佳的身边拉起来 让邓凯卫坐下 撮合他们 就算没人跟他抢红橙橙了 一举两得 皆大欢喜 后续相处的过程中 邓凯卫和罗岳佳也确实甜蜜 两个人都是做教育的 年龄又相仿 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网友甚至直言 这罗岳佳就是节目组 特意为邓凯卫量身定制找来的 稍微有些遗憾的是 二次约会中 罗岳佳竟然选择了男四陈叶雄 不要说观众觉得不可思议 连陈叶雄自己都不敢相信 不过细心的网友会发现 罗岳佳约会的目的在于试探 罗岳佳刚刚到小屋 而且心动的短信又看不到是谁发给谁的 偏偏陈叶雄在约会的前一天 又那么主动地邀请她一起下楼买早餐 她是一个成熟又理性的女嘉宾 不像女四一来就对马子佳心动得火急火燎 约会陈叶雄的过程中 罗岳佳明显非常冷静 甚至会问出心动了吗 这样试探的话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套出谁对自己有感觉 而邓凯卫对她的好感她肯定感受到了 约会陈叶雄正好可以试探出 邓凯卫的心动对象是不是自己 这一招真管用 邓凯卫着急了 他们约会回来 她立马启动了迷你约会 直接邀请了罗岳佳 在约会中甚至大胆地向罗岳佳表白了 那么邓凯卫和罗岳佳成了吗 邓凯卫和罗岳佳线下互动 暴露了两人的关系 目前邓凯卫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发文 话说那天也是一个人 打了一天的篮球 而唯一跟她互动的女嘉宾就是女舞罗岳佳 她发了七个哈哈 并给予肯定地说健身健康 而且邓凯卫说 那天一个人是有生意的 也就是他们都去约会了 留下孤单的她 罗岳佳明显读懂了 才会哈哈大笑 两人算是很有爱了 看起来心情都非常不错 也就是这个互动引起了网友注意 眼睛的网友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些端倪 邓凯卫换头像了 头像照片中的她做了一个V的胜利手势 实质上还戴着个银色的戒指 在点开罗岳佳的头像照片 她竟然也做出了同样的手势 而且实质上同样也戴着个银色的戒指 哪里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这完全就是隐秘的撒糖 就是不想让网友好好磕CP 尽管有些生气 不过这也是一件值得CP粉开心的事 毕竟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嘛 看来邓凯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接下来网友希望一直被心疼的女衣卖碎 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很喜欢这样的告别 不管怎么样 她都曾是你的那个美好 不能因为别人出现了 就把她抛在身后 感情还是应该有始有终 有些人总是学不会体面告别 甚至反目成仇 这是最让人心痛的一种方式 毕竟曾经那么相爱 又何必走到仇人这一步呢 最近在看的综艺再见爱人 贺章和郭柯宇之间就是这样 他们有十年的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可却不幸福 他们的婚姻里没有爱情 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两个人都到了试婚的年龄 觉得彼此合适 也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而这样的婚姻真的会快乐吗 很明显不是的 看着他们现在痛苦的样子 也不知道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 除了彼此折磨彼此伤害 恐怕这段婚姻中也没有什么了吧 所以你会看到 在离婚一年后的两人再次见面 都很尴尬 两个人也找不到话题可以聊 甚至会本能地想要避开对方 郭柯宇一直忙碌着 找各种借口避免直接碰面 而张鹤也在看到郭柯宇时 会下意识地低头躲避 这些举动都说明了 他们之间连朋友也做不成 在节目中 他们还一再用语言攻击对方 明明是温柔的话 说出来总是致命一击 让人很窒息 这也很让人感叹 曾经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夫妻 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样 为何不能好好告别 之后重新开始各自的人生呢 著名主持人董青说 人这一生早晚会遭遇告别 告别让我们成长 学会告别让我们成熟 而无论是主动的选择 还是被动的面对 告别多少有些伤感 但是告别也蕴藏着希望 每一段告别的背后 都有一段故事 一段又一段的告别 构成了人间百态 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缘分 那就不要再执着 好好和对方告别 好好和过去说再见 之后转身向前走 不要对对方有所抱怨 更不要以一种仇人的方式再见面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恰好的时候 遇到对的人 但在结束时 我们可以更体面一点 这也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当你下定决心和过去告别 也就代表着 你想要重新开始生活了 相信会有更好的人等着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请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